耶稣被判死刑之后 他就要到格尔格的山 也是在耶路撒冷外面的一个丘陵 然后这个格尔格达的意思是独楼 然后圣经强调是他自己 扶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看这里是Giotto的版本 在Cappellas Crovegni Padova 耶稣拿自己的十字架 然后有人打他 然后他转个头 看着后面的圣母玛利亚 也陪着耶稣 耶稣在身体上受苦受难 玛利亚只有在自己的心灵 可是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受苦受难 他也是非常难过的 然后这里是独楼的版本 我们看到耶稣 然后福音说他没办法很累 常常跌倒 所以他们勉强一个人叫做西满 亚利桑大和陆福的父亲 然后勉强他父耶稣的十字架 因为玛利亚福音特别承认 他是亚利桑大和陆福 他们是谁啊 不知道 应该是教会知道这个认识圣经的人 因为圣经是给他们所看的 然后玛利亚福特别强调这两个人 他们说啊 我知道 应该是初级教会的人物 他们都熟悉 所以他要提醒 你们看 这两个教会的成员 是那个人的孩子们 所以应该是这个西满变成基督徒 他的孩子们也变成基督徒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样的 这个耶稣看着妈妈 妈妈也是难过的陪着他